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刻意逆转 球运实转 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西部战区冠军的德州达拉斯独行侠队 6月12日晚间回到德克萨斯州三度挑战东部战区冠军塞尔蒂克队 结果仍然以99比106落败 翻开大联盟年度总冠军的作战历史 历年以来还未曾有过任何一支球队 能够在连续三场遭到击败之后 再连胜四次赢得冠军 达拉斯独行侠然拥有的25岁组织后卫唐希奇 路卡托尼和另一位32岁的组织后卫俄文 Kiri Andrew Irving 两人全场共同收获62分 可惜并不足以成为球队得胜的保证 唐希奇上场37分中44秒 27次出手投篮11次命中 3分球7投中1个人攻下27分 但是关键的第四节只有2分收获 距离中场4分钟38秒竟然泛满离场 此外还有6个篮板6次助攻一次抄截 不过也有3次失误 而且4次站上罚球线4次都破网 三尔蒂克队在得分后卫布朗 Jalen Marcellus Brown率领之下终于反败为胜 他上场41分钟28秒 22次出手投篮12次命中 3分球9投中2个人攻下30分 其中在关键的第四节有9分收获 此外还有8个篮板8次助攻一次火锅 不过也有3次失误 而且5次站上罚球线4次都破网 是全队得分次高者 波士顿塞尔蒂克队最近一次获得大联盟年度总冠军 是于2008年6月17日击败洛杉矶湖人队 当年双方交战6次 彭广阳 2024年6月13日